好的同学们我们继续我们的语法学习 看87题87题显然是一个长划线句子啊 显然是一个长划线句子 那么同学们的第一反应是也就是说长划线句子的解题要点啊 也就是心里面首先不要慌啊 首先不要慌好 我们看一下他的划线是从哪开始啊 从and expanding后面一直到the field that surrounds earth which brightened the northern light and also possibly knocking out a communication satellite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abcde选项有什么特点也就是说abc选项是怎么着啊 都是and expanding cloud of开头啊 跟原句是一样的 那d和e选项已经变成了a large storm吧 a large storm啊 e选项也是a large storm那这种情况叫什么呀 也就是说你把后面的内容往前提对于长划线选项来说一定是错的 因为是什么呀 改变了潜在的逻辑关系啊 所以d和e选项是不对的 并且啊同学们可以大胆的把答案缩小在abc里 也就是说全划线的通常abc啊 也就是说通常 他的正确答案比较靠前 好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然后怎么办啊 然后怎么办 我们可以往后面看啊 我们往后面看 比如说这个地方啊 也就是说brightened啊 which brightened这个地方还是brightening啊 还是brightening 我们注意看一下啊 注意看一下 如果这个地方是brightening的话 如果这个地方是brightening的话 说明前面跟后面是因果关系啊 也就是说前面的现象影响了后面的结果啊 也就是前面现象影响了后面的结果到底有没有这个 也就是说是什么吧 东西照亮了是前面说的是northen light吧 也就是这个北极光啊 所以正确答案是c啊 所以正确答案是c 看一下a选项啊 看一下a选项 a选项 那你wish这个地方对吧 你前面这么长的东西 那你wish的话到底是说的谁不知道 对吧 到底是谁不知道 或者你可以看这个end吧 可以看这个end end这个地方前面是要求平行结构 你前面是brightened啊 也就是一个一般过去时 那你后面是knocking 对吧 后面是knocking的话 那他不平行 所以a不对 b啊 一样啊 你可以去看这个end啊 看这个end就可以了 虽然他是平行的 但是你end it吧 你end it 你it前面这么一大堆东西 代表着谁还是不知道啊 所以b不对啊 所以b不对 那么c选项一样的啊 那你end的话 是brightening and knocking啊 end knocking啊 possibly不用看啊 这是个副词啊 不用看的 也就是说 knocking and brightening 是一个平行的关系啊 是一个平行的关系 好的 对于长话线的句子啊 我相信大家心里面 已经比较有谱了 千万不要慌啊 还是比较简单的 还是比较简单的 好 我们总结一下啊 总结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说第一为什么不对啊 第一为什么不对 也就是说 再说一遍啊 长话线的句子 只要把句子的后半部分 挪到前面来 也就是说 句子的逻辑关系就改变了啊 句子的逻辑关系就改变了 肯定是改变句义 所以肯定不对 先把句义啊 先把第一选项啊 排除掉 然后就是这个doing啊 再说一遍啊 在句子的结尾部分 带半句话 引导半句话 是表示因果关系啊 是表示因果关系 在这个地方 显然brightening的原因是什么呀 是nothel light啊 是北极光 好 然后啊 也可以用这个end 也就是end 永远是我们解题的要点啊 end 作为解题要点 就看它是不是平行就行了啊 这个end这个地方 肯定会帮助你排除出一些选项的啊 所以end是我们的朋友 好的 那看第88题啊 第88题 划线的部分就非常的短了啊 短的时候要小心了 比如说说的是ozone is formed in the atmosphere from 啊 from 好 也就是说abcde啊 肯定是看哪啊 看前面也可以看后面吧 我们先从后面看啊 我们看后面也就是到底是when 还是endone还是from吧 也就是说到底是应该是搁哪个呢 对吧 搁哪个来引导 好 那这个地方显然是考的啊 也就是说借词的后面from是个借词 也就是借词的后面不能加完整的句子吧 也就是借词的后面只能是名词 名词短语或者doing吧 好 那我们只需要看一下这后面这玩意儿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就行了 那我们看到后面这东西肯定是完整的句子 因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地方有足语有谓语 关键这个react是谓语动词 对吧 它是一个圆形 也就是说有足语有谓语了 它已经构成完整句了 所以当构成完整句的时候 它的前面的引导必须得是能够引导句子的词吧 引导句子的词 所以所有的from的选项都是不对的 也就是a不对 然后还有谁啊 还有e啊 还有e啊 是不对的 也就是说胜到了bc和d啊 bc和d 那么c选项注意这个and one啊 and one这个看到就是错的啊 看到就是错的 原因是什么 你and已经有时间的先后顺序在里面了 然后你再引导一个时间啊 这个叫重复啊 这个叫重复 好那剩下谁啊 剩下的是b和d啊 剩下的是b和d 那么我们只需要看一下了 那d选项我们看一下 如果这个地方逗号了的话 你的ozon作为主语这个地方逗号了的话 那你这句话是没有位语动词的啊 这句话是没有位语动词的 所以这个d选项根本就不是句子啊 根本就不是句子 所以啊b选项我们可以再检查一下 对吧 ozon is foamed啊 这个地方是有位语动词的 它构成了一个完整句啊 构成了一个完整句 所以正确答案是b啊 正确答案是b 好我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是第一次遇到啊 注意一下就是and one啊 看到这个就不对啊 看到这个不可能是正确答案 好 再一个啊 已经说过非常多次了 也就是说句子只能用啊 能够引导句子的词来引导啊 比如说that if one啊 像这些东西 那么from啊 in啊什么by啊 这些只能引导短语啊 如果你这些啊 借词的后面你加句子 肯定不对啊 肯定不对 再一个啊 再一个就是这个句子改错啊 之所以叫句子改错 首先它的正确答案 得是构成完整的句子 那你有主语的话 后面一定要有位语吧啊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的这一点 好的 这就是本小节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